去年毛哥平老师给我改装的视频风靡一时 毛老师你给我省了几十万 很多人看完了改装 更想看毛老师给我从素颜到全装 从头打造一个妆容 于是呢我就找到了毛老师的团队 谁知道他无情地拒绝了我 需要说再画了 叫他站起来走的 但是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在我百般刁难之下 这期视频终于来了 我竟然等到毛老师给我再化妆 化完我就惊了 全装比改装更震撼 脸蛋变小了 鼻子精致了 眼神妩媚了 不能说和素颜一模一样 却也是毫无关系了 平平这照片 我都忍不住想问 美女你谁啊 我就是你了 做好准备了吗 毛个平换头术 来了 一年了 我竟然等到毛老师给我再化妆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也有很大的压力 上次视频还是很多人给予个关注 所以今天我们化这个妆呢 还是希望有点不同 因为上次是改妆吧 那今天可能是要从本体开始 从头化一个妆 老师见过我素颜吗 跟我戴妆的啥不一样吗 这一次呢就从素颜看的话 就能看到皮肤的基底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鼻部这边眉部和下巴这些 肤色不均匀的地方 那就是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徐老师现在脸颈挺好的 不需要做很大的调整 我只是在面颊这个部分的地方呢 稍微做点点不同颜色的层次的修饰就可以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涂粉底以前 也可以涂一点点蛤蜊一样的东西 这是我原来以前说蛤蜊的东西会很油吧 我在我是最恐怖的 涂在下面防晒是很难化妆的时候 它就会换油 你自己说不涂 现在就涂 但我觉得少涂点 你今天涂了没有 没有 你要涂一点点 蛤蜊它其实有一个前期的一个微微的修饰作用 有很多人也喜欢先用遮瑕 上粉底咯 我们用的是粉膏哦 用海明蛋的手法有啥讲究过 我有时候会觉得是这样压跟这样两个结合起来 如果说这样擦呢会比较薄 压的话呢有些地方需要 比如说鼻头旁边有点暗沉 我这样呢它就会厚一点点 我觉得先还是薄薄的涂 再做完以后再用遮瑕 可以局部的再去多遮瑕 为什么你喜欢用这种三角的粉朴 三角的话它有些是比较尖的地方 比如像细微的地方你都能去用到 有些这些地方它是会光滑一点 就是有点像皮质感 对对对 你也可以用那样去轻轻的就算这样去打一样它会去 曹光的感觉 老师上次视频那么火 网上这么多人照着你改装 你觉得他们讲的准吗 很对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观众 他们真的很专业 他讲的东西有很多都是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 总结得到了毛老师的赞赏 用这么浅的颜色 其实我们包裹眼袋也好 包裹脸上这边略微有点不均匀 其实用一个有一点点遮瑕力 把这个暗部的地方给它体验 从正面的视觉过来以后 它跟旁边的肤色接近 那么它这个印子就会紧坐 脸上的凹陷处都能这样处理 但是就是要过度的非常自然 去修你的法令纹 就是你皮肤有起伏 由于光影造成了 你在这一道里面 可能会有一道特别暗的颜色 其实肤色是均匀的 用小点的刷子 把这个阴影部分给它去提亮 跟它旁边肌肤的颜色相接近 所以它就会消失 好像看了美图秀秀一样 鼻影这里也秀啊 对 这里有一道暗影 有时候这道印啊 也会使你的原来的鼻型 自己的结构会比较明显 那么我减弱它会柔化你的结构 涂色看过去更均匀一点 因为它原来这个肌底的颜色 就比较暗 要局部的有些地方修饰 把皮肤修整得很光滑 老师你觉得一个成功的底妆 占一个妆面的百分之多少 很高 我认为觉得一个底妆是非常重要 多少分可能要看 因为有些人突出五官 它肌肤就很好 对于肌肤不好的人来说 或者什么需要修饰轮 它就非常重要 对我来说呢 你都很好 老师太会说话了 眼角的眼尾是不是要给它填上 要看人 有很多的人 其实眼裂并没有下来 往往是外眼角有一条线 这个影子会下来 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影子修掉以后呢 眼睛这个神态的角度就会变掉 这些勾勾赫赫都修饰掉 然后再用阴影高光 塑造出更完美的结构 对 裸妆的修饰 其实它没有用很多的颜色 但是它要把所有的问题 通过黑白灰都把它解决掉 就不能用颜色 我们现代化妆很多像眼影啊 包括你的很多部分都是靠颜色去表达出来的 听起来好高声啊 在电视机前面你要看到没有颜色 就是要通过素描的色彩去修饰我们的脸型 不能看起来像化妆 但是又得美 没错 这要求太高了 我想把眉毛压平一点点 因为长脸型吧 就是眉毛不要过高的去挑 这样中庭才能短一点 没错 提上一点点高光 爆款啊 毛老师亲手示范来了 移了鼻梁眼下 然后下巴 这个效果好明显啊 稍微涂一点 就像打了脖尿酸一样 就脸整个砰起来 出手阵容 外面这一侧也要涂啊 我主要是从你的结构上面来说 脸从笔地上 下面就会小一点 我真人要能长这种脸型 我就谢天谢地 我放烟花了 你本来就很好 我都觉得是你太完美了 我都觉得现在没东西画 我天 我设为我每天的闹铃 每天早上起来 太完美了没地方画 嗯 鼻梁稍微宽一点点 会对面颊的比例上面会好一些 会变得温和 再画一个小翘鼻 从侧面看 你微笑一点点 把领纹下面 这里会有一点点阴影 所以要把这个阴影的部分去提亮 那我不秀不就行了 那你生活中是有表情的嘛 那我表情那么多 我总不能每个表情我都修吧 那你至少在镜子前面 要把这样的一些结构方面的东西 要把它修掉 在自然光上 它就会变得淡了 不仅静态要化妆 动态也要化妆 也好 你有时候注意到这些 可能就会对这个妆 考虑的更全面一点 我的天哪 叫起来的妆也要是好看的 阴影要上场了 就用到底了 先淡淡的大面积的刷一下 我从侧面看 我就觉得好像 也不知道怎么刷了一刷 但是一转到正面 我发现 人真实的骨骼来了 下巴一架子尖下去了 对 我脸这里是肉嘟嘟的 对 所以我这边会 扫一点 也可以用海绵 在iPad让它自然一点 阴影的过程之中 在正面看 它就会有一道白线 要给它画黑 从正面的光底下 看过去它是云的 你看线平了 对 脸型变得很流畅 对 其实女孩子的脸 流畅了以后 它就显得柔和 有人说看了我的视频 就觉得 毛老师画的变化很大 但是又不知道画了哪 说徐老师你怎么剪的 剪的看不出 我跟你说 现场也看不出 我很迷茫 这可能就是魔术吧 不敢 最教你们一定要学会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脸 往上抬 你原来自己的高光 阴影在这个位置 那我现在用阴影 给你画的横的 这个全骨就是略微的 有这样一点提升的作用 你上次给我化妆 当时我就注意到这个细节 在这儿画阴影 但要很淡 不然把这次会画脏了 而且不是一条笔直的横线 而是一个略带远糊 你看这样画完以后 它这里有一道阴影 两边对比的话 这边脸是这样剪下来 但是我这个全骨会抬高一点 我等了一年 就为了学这个 变化太大了 这一招救了我们电视机前 多少女孩 看完立刻学起来 记得给我交作业 就有很多我们在化妆的时候 要把面颊这一款 变得柔和一点点 或者不要这么明显 抛起来的话 可以把鼻梁的阴影 再延下来一点 其实把苹果肌往外扩一点 笔上也要 这里两侧要加一点点 脑门上这边要把阴影 也照样改下来一点点 从三屏五眼的比例和角度来说 它也是对脸型的一个修饰 有闪粉了 老师你有没有遇到过 以前你年轻的时候给别人化妆 它会不会就是有意见 你咋正 叫他站起来走人 有些演员他喜欢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们有时候在做影视的时候 是根据人物来的 我觉得做艺术 首先是要以人物为主 要结合 基本的去回演员 但是要把角色表现好是最重要 用一点深色的面 这样定妆的同时也能修容了 对 其实粉修能修得特别好 粉修是啥意思 本类的修饰 你化完妆定完妆以后 你所有的修饰就要用改成是粉类的了 首先是一个底妆 高光阴影 铺完蜜粉以后 再用粉类的东西再去修饰一下 七个产品 天呐 知道为什么化不好了吧 不仅没有手 还没这么多东西 对 其实有时候你有想法 但是还是要靠产品去体现你的理念呢 底妆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脸整个被提起来 又平滑又温柔 这是个修容粉 对 今天灰色的先把轮廓再做一下 然后把这个部位拉长 我用高光在你的湄公骨上给它提亮 就能使你的眼睛不这么重 但是是要哑光的高光 让你的眉骨这里亮了 眼睛就下去了 没错 哇 用了一个橘色 你其实会在我的眼头再演长一丢丢 是 但是其实你两眼之间距离呢 又要注意到 也不能太近了 眼影是靠层次的叠加 让眼睛显得更细腻 看过去眼影的过度 一般我们会从浅色比较大的面积 逐渐逐渐往深色去过度 那你今天烦死我化妆了 怎么办 怎么可能啊 谁会烦你化妆 你的手如果你烦了可以送给我们 我们不嫌烦 你不觉得我状态也不一样了吗 我现在有种见过世面的感觉 有 周游世界化妆师 再回到毛老师这里 气质不一样 是是是 真是 我记得去年你每次给我画一笔 今天我已经淡定了 我知道毛老师还是大师 其实很多你的视频我也在看 很多老师的化妆的手法 我也在学习 还学啊 当然要学 那老师你觉得别人画的妆跟你给我画的妆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呢我化妆呢还是会把 周老师怎么画的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怎么温柔一点点 但你觉得我现在画的跟我以前也不一样吗 很火的那个视频就是一转头 风一来 笑的可美了那个 对 那组我真的惊为天人 很好看啊 眼线环节要来了 先用深色的眼影粉 我先用眼线粉 先做了一条虚线 我就在这一块啊 我稍微会 粗一点点 就是觉得让你的眼睛拉长一点点 那我现在要给徐老师在内眼角细细的把那个尖画出来 也不知道哪里画了 但就是很好看 谁来总结总结做做笔记让我抄一抄 真的很好看啊 王老师你给我省了几十万 热马级 开眼角 瘦脸针 我尿算有用 啊天 所以说整容级的换头术不是夸张啊 化妆就可以换头 只是一个眼线 眼型变得很美 你的眼睛美 讹乱时尚是画不出这样的吗 讹乱 那我的眼睛跟讹乱是比 对嘛 它是要有你的眼睛基础好看才能画成这样吗 我的眼睛怎么能让你尝起鹅乱石 怎么也是块玉吧 哈哈哈 我夸你 大老师你能告诉我吗 到底哪里不一样 我就是手 我就是 你一边用的眼线液 一边用的是眼线胶笔 但是画出来的效果竟然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眼线液可能在镜头前面 主要是说稍微有点陡 或者它那条线条就会看不出来 眼线胶笔可能还好控制 老师你上次是不是说一个看起来非常有魅力 很温柔很魅的眼睛 它下面平一点上面弯一点 有这种说法吗 上眼线圆点下面平一点 它眼睛就是一个笑眼的一个形态 全被徐老师 带老师偷偷告诉我的 把下眼睛给擦白了 中间来一点亮色 哇哦 老师的点睛之笔要来了 毛式大眼术 我下面先画个白的 试试瞬间眼神就不一样了 还有眼睛下肢的效果 清澈的眼神又回来了 贴了睫毛也刷了睫毛 发眉毛 我先画出一个形态来 底线我觉得是要稍需实一点点 我现在看见试器就像磨了皮 加了港风滤镜一样 但是原相机拍出来就是皮肤质感 就不仅骨相变好了 皮相都变好了 好惊人哦 胭脂 微笑点点这里有点高的地方 下巴也小一点 额头也来一点 老师你最久化妆画了多长时间 我这天我几乎要画所有的院员 从早化到晚 对 女装几乎都是我画 贴双眼皮贴 从中间开始 我每次都是在这儿会出彩 有时候整体的调整 会起到一个蛮关键的作用 我本身左右脸不对称还挺明显的 但是现在我的脸构像完美 你说自己这么多问题 有吗 我们也有很多人也是 老是在夸大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是整体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老盯着局部去看吧 老觉得自己的眼皮肿 眼睛能够更深陷一点 其实你把这个眼睛周围的这个体亮点 它也自然也会下去 所以说不要只是对的一个问题去解决 对啊 對 好 好 顶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